中国C919大飞机已经获得815架订单 这在全球航空时尚就极为罕见 与此同时 被视为中国C919的最强对手 日本MRG大飞机却遭遇了重大危机 近日被客户取消了40架订单 表面上看只减少2000亿日元的营业额 但是实际上让MRG有点高兴 MRG面临的最大困难 是飞机迟迟无法交付 原先计划首架2013年交付 推迟到最新的2020年延迟了7年 而2020年是否能够成功交付 依旧只是一个悬念 美国东方航空公司取消了40架MRG的订单 被分析认为是一个愚蠢的决定 因为MRG延迟交付 要支付给这些航空公司一笔不小的违约费用 其他400多架订单的客户均表示沉默 相对来说 美国西部航空就聪明得多 该公司订购了200架 是MRG最大的客户 他们至今保持沉默 这样他们可以一直获得赔偿 延迟交付MRG 对于让购买方有利可图 但对MRG的制造方三菱来说 雪上加霜 MRG的大部分订单来源美国客户 这些公司在MRG有困难的时候 会毫不留情地索要违约金 三菱航空也因此赔付了2000亿日元 这些公司就这么白白地 获得了19亿美元的 没有任何成本的营收 就是这些飞机交付了在运营 或许也无法赚取这么多的利润 三菱MRG飞机不断延迟交付 成为日期最大的新型丑闻之一 虽然国际上新型飞机 经常出现延迟交付的现象 但是延期如此之久也属罕见 日本制造业的能力被质疑 这比过去两年 日期频繁的造假问题更加危险 近日 日本宣布放弃研发下一代战机 也可见一般 日本新省五代隐身战机被终结 与日本MRG飞机这样大项目研发 不断延长有得一拼的是印度的国产航母 从2005年宣布开工 至今十多年过去了 最初计划是2012年交付 但是至今还是半成品 现在又改成2025年交付 2017年 美国海军一队人马参观这艘航母 准备帮助印度一把 谁知道看完之后只能摇头作罢 并嘲笑印度航母十年之内不会有战斗力 与此同时 中国国产航母C9-9大飞机都进展顺利 又开始研发CR929宽体格机 第二艘国产航母 同时众多超级工程完成 并有新的超级工程上马 今年由我国牵头发起了神秘的雪人计划 这是一件震撼全球的大事 终结了美国30年来的霸权 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一号哨所 回复雪人 了解详情 本院 接着